桃园市中性男子结婚九年,因工作不稳定,交友复杂,长夜不归宿,还数度犯案,让妻蛋颤心惊,甚至家暴虐妻,两年多前,中南因卷住强盗案被判八年三个月徒刑确定,若今服刑,中妻已婚姻关系难以为之肃请离婚。 法院审秘时,中性男子没有出庭面对妻子,但以书状表示没法给妻幸福,愿意离婚,成全妻子追求人生幸福,并祝福妻子找到更好的伴侣,他坦诚会对妻子,没让他过好日子,同一起岁儿子。 由妻子监护法官义中男孩有五年多的刑期,长时间身陷淋雨,无法善尽人夫的责,双方也无重视夫妻生活的可能性,判准离婚,儿子监护权归妈妈。 桃园市中性男子因强盗等案入狱,妻子诉请离婚获准。 是一图English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